不過雖然我們知道有這麼多的睡眠障礙 那很多人就會來問說 那我睡眠出的問題應該看哪一科 看精神科嗎 看身心科嗎 神經內科嗎 胸腔科嗎 其實都對 但也不見得竟然對 因為自己的睡眠還是要自己顧 很多人會認為說 要了解自己睡眠的真相 一定要到睡眠中心去做一個睡眠的檢查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睡眠檢查 其實是非常反覆的 它需要靠很多的腦波的線 心臟圖的線 然後呼吸的線來定義一個人的睡眠 睡眠的檢查只會用在有一些 特殊睡眠疾病的診斷 那如果睡眠檢查不是必要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需要戴上一個手錶 來量測我們睡眠的狀況如何 就像剛才跟大家提到的 這些環保所測試的睡眠 不見得就代表你自己睡眠的感覺 所以我們常會講 最好的方式在你開始擔心自己的睡眠有問題之前 可以先做一個睡眠的紀錄 睡眠的紀錄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你只要拿到一張紙跟一支筆 重要的是每天早上起來稍微記錄一下 昨天幾點上床 多久以後睡著 半夜有沒有起來 起來幾次多久的時間 今天早上起來是幾點 起來之後精神如何 另外在每天睡覺前我們也稍微記錄一下 今天白天的精神狀況如何 還有包括自己的白天有沒有睡覺這樣的習慣 我們過去很有趣的發現呢 往往有些對睡眠很在意很困擾的人呢 做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睡眠紀錄之後 突然發現自己的睡眠好像沒有那麼的糟糕 原來他只記得前一晚睡不好 忘記的也許在過去的兩個禮拜當中 睡眠其實是不錯的 更有些人呢 透過自己的睡眠紀錄呢 就發現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哦 原來我每天晚上喜歡喝一杯濃濃的咖啡 享受那咖啡香 可是呢 在紀錄上我就發現 只要喝了咖啡的那個晚上 其實我就睡不著 更有些人呢 發現原來自己的睡眠 是這麼的不規律 昨天十點就睡了 那今天晚上呢 因為忙的關係 可能熬夜到一兩點 後來發現呢 幾乎每個週末 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 當然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睡眠不會太佳 所以這樣的一個失眠呢 事實上不見得是需要治療的失眠 而是需要做生活調整的睡眠 所以當我們檢視了自己的睡眠 那有時候我們邀請睡在旁邊的人 告訴我們有沒有打呼 有沒有呼吸中止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往往可以比較對症下藥 找到睡眠的問題在哪裡 當然 睡眠的長度是大家很在意的 所以做這樣的一個睡眠檢視之後呢 也許我們會被這些數據所嚇到 因為這是2015年 美國一個非常大的公益組織 國家睡眠基金會 他們所做的文獻的整理 我們可以對照看看我們睡多少 結果我們發現 就像剛才跟大家提起的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好好的善待我們的睡眠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會犧牲我們的睡眠 來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很多人說 我只有這些時間睡覺 或是我認為我只睡這樣就夠了 可是如果你比較你週間跟週末的睡眠 我們往往發現呢 其實週末其實你是可以多睡一兩個鐘頭的 人的睡眠是有定量的 所以當我們週末可以睡 或是需要再多睡一兩個鐘頭 代表我們週末其實是在還 我們平常日的睡眠債 到底我們有沒有好好的對待我們的睡眠呢 其實好好的做個紀錄 我們就會發現 十五年 läng上喔 我們 三次